先前南投市一名78岁的老翁 在搬家过程中已是一个黑色铁盒 怀疑招小偷窃去 警方获报到报案人家中仔细找一边 最后在新居客厅发现了已是的黑色铁盒 老翁及女主人有惊又喜 对于远警服务之热忱表示感激 接获一名78岁老翁报案 称早上从旧居要搬家至南投市新家时 发现有一个黑色铁盒不见 处理远警谁及接同报案人至新家看查看 老翁称上午8点半在旧居家搬家 直到12时许才突然发现铁盒不见 中心分局副分局长李淑英表示 远警获报到报案人家中后 耐心安抚老翁情绪 并取得报案人同意后进行寻找工作 最终在客厅电视柜上的袋子内 发现黑色铁盒 远警先安抚老翁心情 并取得报案人同意之下 以寻宝高手的勘察精神 细心推敲严谈 倒翁可能忘记铁盒放在何处 最终在新居客厅电视柜上的袋子内 发现了遗失的黑色铁盒 并确认这就是他寻找多时未果的黑色宝盒 女主人直说远警二位是福星 还好有你们帮忙 结束一场虚惊 对于远警首先能以同意心看待 经过层层抽丝剥茧 排除种种可能 并迅速寻回事物 让民众感受到警方服务的热忱及温暖 值得肯定 县议员莱燕雪表示 远警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 平时相当辛苦 这次也感谢远警的耐心及细心 透过警民的合作 顺利帮助老翁找回铁盒 有78岁的一个老伯伯 因为铁盒医师了 非常担心里面的东西不见了 透过我们警察的一个支援连结 警察非常的有爱心跟耐心 细心的帮忙以后 发现就在自己的家里 我发现说现在的社会 很多的长辈或许是失智 或许是忘记 但是透过我们警民的合作 警察的一个支援 让我们及时找到 也让老伯伯能够放下 这信中的石头 我觉得是非常温馨的一个小插曲 燕雪在这边也非常肯定 中心警分局所有远警的 一个努力跟辛苦 在这边表示非常的感激 中心警分局也进一步表示 民众报案住宅遭窃 不论是否属实 远警首先能以同理性看待 排除种种可能 并且迅速的巡回事物 让民众感受到警方服务的 热忱及温暖值得肯定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